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也能乐观又勇敢 编剧是知名作家小野 因为朋友的一句话 你一看就是客家人 让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全心投入 写了小野生平第一出 也是全世界第一出的客家儿童音乐剧 写了那么多东西 我写了一百本书跟剧本 就是没写过客家 所以当客家这个东西完成的时候 每次唱歌每次我都非常怀念 我的那个一个等于说从小童年 我祖母还有父母亲 跟我一起承担那个环境 小野本名李远 是位台湾作家 也是电影编剧 父母来自福建西部 和广东江西交界处 是正统的客家人 依稀记得小时候探望祖母 客家话能说上几句 他们讲很紧 就是快点快点 就是好像穿拖鞋的声音 就是客家话里满多那种节奏感 一年前开始讨论要怎么做 大概就吵到这个方言说 它是客家的元素 只是客家孩子北上打拼 如今在艺文圈里有大师地位 涉猎电影电视 却是一度和客家文化疏离 一度和客家联系 几乎断线 因为我祖母跟我只会讲客家话 所以我本来是会讲的 渐渐不太会讲 可是我还会听 然后慢慢地就学习闽南语 所以我从小自己觉得 自己的文化就是一个交流的 就是跟不同族群交流来 海风家族刚好相反 它非常保爱 保对小孩子 可是到年龄一到 一出去我就不管 还好骨子里客家血液提醒不忘本 编写第一出客家儿童音乐剧 台词处处流露客家人的直谱特性 为什么后来想出 阿滴谷这个名字 就是阿滴谷本来就是客家话 你叫小孩子比较淘气的 那阿滴谷的三个字 你听到那个音乐 节奏就非常有音乐感 我爱台湖 海中爱我 保你台湖 专注每个细节 每个节奏 小野喜悦写在脸上 客家音乐剧的初体验 即使过程辛苦 但每一次的完美演出 都感动不已 仿佛回到客庄 和祖母相处的那段 童年时光 舞台上的对白 有儿时的童趣 有祖母的回忆 再次牵起和客家的连结 小野牢牢细紧 音乐剧演出我的感动时刻 音乐剧演出我的感动 音乐剧演出我的感动